他們真正的目的是封鎖 封鎖台灣導致台灣社會經濟崩潰 然後通過它的滲透的手段 然後扶植一個 我現在不知道是誰 親共的人吧 上台 接受一國兩制 然後這麼做 所有的軍事動作 他不放棄 但是他主要是為這種手段來服務的 那麼我記得1980年的時候 我們海軍制定了一個封鎖台灣作戰預案 就是因為要執行中央軍委 解決台灣問題來做的 就是實行封鎖 那麼這個計劃一直延遲到今天 還是實實在在的實在 對台還是實行這個封鎖 叫中共擅長的東西叫為而不打 導致崩潰 那麼我們講封鎖從手段上來說 86年時候那個封鎖 我們不知道用什麼東西封鎖 就是沒什麼兵器 然後就用潛艇布雷 在你的主要航道和碼頭 用潛艇進體布雷 這是最粗的 後面呢 就是9596年增加了導彈封鎖 不行 我就在你台灣周邊畫個區域 我打導彈封鎖 然後呢 習近平上來以後呢 因為中共的這個海空軍發展比較迅速 就增加了航空兵封鎖 我們大家也看到 前一段時間都是飛機在繞台 從台灣的西南角 波動艦艇從這個越過台海的中間線封鎖 那麼現在又加上了軍艦封鎖 這個達到什麼目的呢 就是360度全方位能封鎖 但是這個東西不是隨便能達到的 所以中共為什麼現在要從航空母艦 如果003出來以後 再下面加上004 兩條艦到了台灣的東部 將美日和台灣隔開封鎖 這個我們現在把中共 怎麼對台灣的動作連繫起來 就不難看出中共現在宣布台灣海峽是 是自己的內海 實際上是不是內海 不是內海 我們海軍的 隨便找個海軍軍官都知道 對吧 台灣海峽180公里 你就算台灣 台灣屬於中國大陸的吧 就算吧 從台灣跨22公里 從大陸跨22公里 中間還有140公里 國際水道 你怎麼可能說 整個台灣海峽不讓任何人進來 他就是為了隱形封鎖 他現在封鎖不了東面 他現在要隱面封鎖台灣海峽 但是他現在也達不到這個水平 封鎖戰略是中共執行的 到現在為止最可靠的戰略 他不可能去打台灣 他打台灣他沒有勝算 這一點燒了一定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 一打就打敗了 是吧 台灣海峽那麼寬的水 釣的水都餵魚了 我現在講的這個 它的封鎖是這樣的 導致台灣經濟崩潰 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 但是台灣朋友們也不要活視了 360度封鎖 包圍起來以後 它會縮小包圍圈 縮小包圍圈就往裡面壓 那這個就有可能奪取台灣外島 以奪取台灣外島來不斷地加壓 所以說他打台灣現在他沒有那個能力 他吹牛 他自己都在太清楚了 打不了 肯定打不了 對吧 那個烏克蘭跟俄羅斯打這程度 他也看美好 你怎麼打呢 而且有個台灣海峽 你沒法打 但它的確有一個封鎖的這個 對 它以封鎖為主 它這個封鎖不僅僅是軍事封鎖 外交封鎖 也是軍事封鎖 它全部都來 你像外交 它要拿掉台灣的半交國 對吧 經濟封鎖 它最近又把人家台灣的十萬魚不要了 對吧 這個毫無疑問 台灣的水果很好吃的嘛 對 整理是全面的這個封鎖 對 所以呢 它下一步它會多取外島來縮小包圍圈 所以這一點才是中共真正的動機